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嘛 手机都拿错了 都欺负我 喂 哪位啊 我是魏永谦的经纪人 你找谁啊 什么 这演员可真够节俭的 连经纪人都要自己扮演 你好 魏小姐 需要帮 帮助吗 他就是个渣男 渣男 你说 凭什么呀 他连一个理由都不给我 就彻底把我给甩了 你说 凭什么呀 别哭了 不哭不哭啊 我带你去行行酒吧 你不能在这儿哭 一会儿把人都吸引过来了 我不走 他这样对我 我真的非常地难过 知道吗 不能喝不能喝 你不能再喝了 真的真的 不能喝了 来 走 我带你休息会儿啊 走走走 不哭不哭 好了 林总 有个事我要求您帮忙 来 把这个穿上 来啊 好 喂 童方 什么事 总编 您能联系上魏勇倩的经纪人吗 您给的电话是魏勇倩自己接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他假装自己是经纪人还喝多了 哭得特别伤心 我看这采访只能取消了 童方 这个可是独家呀 咱们要定了 你听好了啊 这样 你 你先拍起张照片 然后再打听一下 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喝醉的 这可是千采难逢的好机会 我跟你说 你知道吗 多少记者蹲点都拿不到他的消息 这要是办好了 今年咱们的娱乐板块 就能穿上娱乐新闻的前五名了 知道吗 总编 我们是严肃的杂志 就算是娱乐板 也得有正能量的导向啊 哎呀宝贝你别傻了 销量就是正能量 你知道吗 你这样啊 你在那坚持一下 我这就派人去支援你 喂 喂 哎呀 让嘛 你 走 走 江大佗 λ 你要躺多久 你怎么会在这儿 渣男 原来你就是那个渣男啊 什么 你们俩分手的事 我一个外人不想说什么 我也不想探究什么 但你作为一个男人 且不说她是个公众人物 就是一个普通女孩 大晚上你让她在这儿 喝成这样 拉着我一个陌生人倾诉 一看就被你伤得不轻 林总 我劝你好好照顾你女朋友 别让人家这么伤心 就算分手了 也把话说清楚好吗 你都知道些什么 你放心 我不是娱乐记者 我对你们私生活 我没有任何兴趣 我没有偷拍 我也不屑于写什么 刚才那个电话我听到了 这才算你懂事 我暂且相信你一次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懂事 你什么身份 你跟我这么说话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都怪你 都怪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我真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一关禽兽 你就算不爱她 你也不能这样对她吧 你把人家送回家 你会死吗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 我劝你啊 赶紧把这姑娘送回家 要不然我让记者 把你写到身败名裂 还有 不要再让我看见你 人渣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不想跟她明天 一起上娱乐版头条 现在赶紧带她离开 我们娱乐版的同事 现在正在赶来的路上 渣男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我拜托你和雷浩 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好吗 走 小心 走 喂 酒会之行怎么样啊 真是冤家路窄 一言难尽啊 本来是想见识一下 高大商的酒会 谁知道又看了一出 陈世美抛弃糟糠的狗血戏 我怎么 听出了有故事的感觉啊 别提了 我又遇上那个林叶了 不过这回呢 好在是她李逵 我狠狠地骂了她一顿 还骂个人渣 我现在心情可不错了 非常开心 我怎么闻到了一丝丝八卦的气味 你快老实跟我交代啊 有什么爆炸性的新闻 先赶紧跟我报个料 你还记得吗 我今天下午跟你说 我要去采访那个魏永倩 他俩似乎真的关系不浅啊 真的 原来那些小道消息 都是真的呀 这林叶平常看起来挺高冷的 我还以为她的口味会比较独特 原来也是喜欢女明星啊 拉倒吧 只要遇到那个林叶我就没好事 今天我的采访又泡汤了 你们加上前面几次 可能已经是第三次了吧 你们两个人 到底上辈子有什么过节 这辈子换她这么来折磨你 少八卦几句你也不会死啊 我一会儿呢 要先去跟我的心灵去打个招呼 就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在中国是不流行这一套的 林里之间呢 还是应该有点距离 保持点神秘感 不是有句话说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吗 那是你的想法 我可不这么认为 好了 没事你早点睡啊 拜拜 拜拜 嗯 对 嗯 有人在吗 这么晚了 是不是休息了 你为什么走了 我那种这么难过的事情啊 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 什么情况 怎么会是她 谁啊 我也不想见到你 可是居然又是你 我也表示非常遗憾 非常震惊 同时非常气愤 父亲人都去死吗 你怎么还不带魏永浅回家呀 我不知道永浅家的开门密码 密码 密码是 拜托了 父亲人都去死吧 好了 谢谢啊 不用谢 我总不能一直让他在外面喊吧 一会儿邻居又该围观了 你想问什么就问 不用这么于言又止 我没想问什么 问什么也没意义 我不过是尽一个邻居该尽的责任罢了 我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很遗憾 你想错了 什么错了 你脑洞开太大了 我和永倩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 那刚才在酒会上 那只不过是一群小屁孩在谈恋爱 别人跟着倒霉 人就是这样 不停地给其他人添麻烦 说得自己跟不食人煎烟火的神仙一样 永倩真不是你女朋友 她的男朋友正在往这里赶过来 你很快就解脱了 我也是 你没有必要在我面前掩饰 你放心 我没兴趣爆料这件事 真的是误会啊 有水吗 最好是这样 水 水 水 谢谢 如果当时换成是你在场 你会怎么做 这个问题是这副照片 留给大家最多的疑问 毕竟我当时不在那样的现场 如果我在的话 也许会有答案 看来你是个内心纠结的人 不是纠结 这是人性的碰撞 那你呢 如果你在的话 你会怎么做 我会记得这一幕 然后不让他在其他地方重演 去吧 恭喜 逆解脱了 抱歉 抱歉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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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喝这么多 麻烦帮我拿一下鞋 你是谁 我是谁 你说我是谁 还有包 包 辛苦林总 辛苦林总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年轻人啊 喂 那个 我今天误会你了 我之前的判断太武断了 对不起 没想到 你还是给我闪光点的 还有其他事吗 没了 今天麻烦你了 晚安 对了 我觉得我还是跟你说声抱歉 我发现 你和那些无聊的记者 并非同类 所以 如果你之后想要写 有关绿创生态集团的报道 我希望你可以提前三天 跟我公司预约 也许我可能会有时间 好 谢谢您的美意啊 谢谢您的美意啊 我就算被开除 也不会写任何一篇 关于贵公司和您本人的报道 出去的时候麻烦关门啊 再见 人类总是喜欢莫名其妙的生气 尤其是女人 人类总是在这儿 我还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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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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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小看你了 是我的不是啊 以后记住 再有这样的头条新闻 千万千万 肥水不流外人田 走了 头条新闻 什么意思啊 童风姐 童风姐 我跟来了 什么 我真的是超级崇拜你 简直是我的女神啊 是什么事了 你说这么大消息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们呢 消息消息 八卦三人组老实交代 什么情况 童风姐 你说吧 这么大一秘密 你瞒着我们是不是 太不够意思了呀 是什么秘密啊 小童啊 你说你都有男朋友了 也不告诉我 还害我每天 给你挖空心思的 介绍男朋友呢 男朋友 王姐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都上娱乐版头条了 还装 不够意思了 这儿你看 我看看 我看看 这儿呢 林业最新女友苦光 深夜密会携手回家 行了行了 这种新闻你们也信啊 简直妄为从业人缘 你看你看 我就说吧 我们小童谈恋爱 怎么会不告诉大家呢 你是对的 对付这种新闻呢 就应该认她狂风暴雨 我自窥然不动 以不变应万变 是不是啊小童 是 王姐 您做新闻这么多年了 这样的新闻 您还看不出来吗 这多明信啊 捕风捉影 无中生有啊 我知道的 我知道的 小童啊 你千万不要忧心 这些事啊 我们都懂的 是吧 是啊我们都懂 我们都懂 你不要担心啊 王姐 天哪 小童姐我们特别信任您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哪一位是童风小姐 我是 你好 我是娱乐之关的记者 杨欣 今天来是想要采访一下您 不知道您没有这个时间 采访我 对 因为您是一名知名的记者 我作为新人想来采访您一下 对不起 我现在上班 谢谢 不是童小姐 月月小赵 我就接她送我 不会当我 不好意思 不会当我讨论是真的 没事 小童啊 以后这些事就交给我好了 不劳你费心 不劳你费心 王姐 这新闻 你真信了 当然信啊 来 我去给你换杯咖啡 太可怕了 好 林总 您上午九点要参加火王项目组的会议 十一点有一个人物杂志的专访 十二点和王总有个工作午餐 下午三点要去实验基地 林总 您在听我说吗 没事 你继续说 我已经说完了 好 这就是您今天的工作安排 待会儿记得传给我 好 林总 这个是美国生态生物科技发来的传真 他们对这个项目还没有放弃 我听说他们的新任总裁刚刚上任 这个人三十岁出头 姓姜 具体背景我还没有弄清楚 但是最近的经济新闻头条都是在写 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促成跟我们的合作 这间公司我之前接触过 并不是很愉快 而且眼下集团资源调配 都必须以火王为主 凡事有关火王的 一律开律斗 森泰集团 依照惯例回绝就是了 还有事 工作上的事情就这些了 不过有一些比较敏感的 我还是要请示一下 说 您跟童风小姐在酒会的照片被记者拍到了 现在有几个微博营销账号都在转发 您的名字是今日的热搜 你找我平常的处理方式来处理就好 林总 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捕风捉影 但是如果就这么放人下去的话 我还是担心会对您 对咱们集团的形象有影响 毕竟您前一段时间 跟魏永倩传出飞闻 现在又是同风 如今是信息爆炸时代 这种新闻只要三天不回应 大众就会逐渐遗忘 好吧 那我一切都按您的吩咐去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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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浩 雷浩 好好休息 我们还可以释放人 死雷浩 怂货 都把我带到酒店里来了 还跑了 是不是个男人啊 雷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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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倩姐 你没事吧 宝贝 你没事吧 说 雷浩去哪儿了 宝贝 你别闹了 你再闹下去 我们俩都会被开除的 倩姐 就雷浩这样的呀 一点担当都没有 跟你就不是一个生态系统里的鱼 要我说 您现在当务之急啊 就是恢复工作状态 让她雷浩看看 我们倩姐为了她 照样活得好好的 对吧 对对对 我昨天晚上 是不是觉得特别难看 你还记得呢 你现在就祈祷老天爷 姐 保佑你 别上头条吧 我的宝贝 醒醒吧 怎么了 倩姐 严有头 战有主 让你拆散我跟雷浩 这叫做天道好轮回 宝贝啊 你别高兴了 昨天晚上没发生什么吧 你没跟媒体乱说话吧 吃药室拿来 你要干吗 拿来 换衣服 化妆 要上不上头条 就换好衣服再出门 那你总得洗把脸吧 那你总得洗把脸吧 萌萌 这个呀 是新推出的天鹅景泡泡刷 来 卸妆洁面一体的 萌萌 通知印象账号 派人过来接拍 好嘞 你是不是欠我一个解释啊 解释什么呀 我自己还莫名其妙呢 亲者自清 那是你的理解 你不解释 别人怎么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姑奶奶你小点伤 我今天在单位 已经被人指指点点半天了 要是再被人认出来 咱们以后在这聚餐 可就得取消了 考试心扉 前几天还在跟我说 对于这种万恶的资本家 一定要敬而远之 这才两天就在酒会上被拍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瞒着我呢 我告诉你啊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快说 有什么秘密 能有什么秘密啊 是这样的 我昨天不是去酒会上 采访魏永倩吗 结果魏永倩被男朋友甩了 喝大了 然后林烨受魏永倩 男朋友索托 把魏永倩送回家 然后我的新邻居 就是魏永倩 然后我就跟林烨这么碰上了 仅此而已 等等等等 你这信息量太大了 我得反映一下 你是说魏永倩是你的新邻居 林烨不是魏永倩的男朋友 而是另有其人 对啊 你又碰到了 魏永倩喝大了 那是大头条啊 你拍到的些什么呀 那你今年是不是能拿奖金了 拿到奖金以后 是不是要请我去哪儿玩一下 那我们是去夏威夷呢 还是去大溪地呢 还是去巴厘岛呢 你别做梦了 精彩没有 惊吓倒是不少 你说我对门 住这么一大小姐 我能要好日子过吗 不过幸亏这个魏永倩的男朋友 不是林烨 要不然啊 我得被这俩人折腾死 怎么了 是哪个狗胆包天的 居然敢欺负到我们 同大记者头上来了 还偷拍 我跟你说啊 你别着急 姐们儿今天就回去帮你查 必须帮你出气 好了 你别麻烦了 就当我倒霉吧 佑倩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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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倩 大家好 佑倩 大家好 嗨 你们好 嗨 真是天药王我呀 真是天药王我呀 真是天药王 不知道魏小姐大驾光临 有何贵干啊 当然是来看看我的新邻居 这不是已经见到了吗 还有事吗 其实 我今天过来 是为了昨晚的事情 您放心 我会保守秘密 不会泄露您的半点隐私 如果魏小姐是来兴师问罪的 大可不必 我看了今天早上的八卦 我很同情你 你纯属躺枪 恐怕不只是同情吧 当然 我还得感谢你 昨天晚上 你修备了我一段时间 我算是欠你一个人情 既然魏小姐觉得欠我一个人情 那这几天 能否给我个机会 把昨天的专访做完 没问题 当然可以 不过 不过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还希望佟小姐 能够帮忙 我能够帮你什么忙啊 林叶和你的事情我知道 那都是子虚乌有的事 而且呢 林叶那个异类 也不配有女孩喜欢 可是佟小姐 可不可以辛苦你一下 不要申辨 也不要解释 向大众 默认这个事情 理由呢 你不觉得你这个要求 太可笑 太无理吗 我老实告诉你吧 佟小姐 林叶那个人 真是过分至极 你昨天晚上也看到了 我跟雷昊 本来好好的 都是她 非要从中搅和我跟雷昊 天天压榨她 不给雷昊 任何的私人空间 害得雷昊 不能不躲着我 要不是林叶这个自私 自大的害人精 我跟雷昊 早就修成正果了 我一定要让这个林叶 受到惩罚 让她 你倒霉倒霉 明白了 不过 雷昊 您的这个要求 我恐怕不能答应 您恨林叶 我能理解 但是我没有任何责任 和义务 陪保 既然如此 那看来这个专访 只能免谈 好啊 没问题 那空出来的版面 正好留给琳达 她现在爆红 我是无所谓 不管怎么样 我是交差了 你是在威胁我 谈不上吧 这只是我的工作需要 你又不是太阳 地球不可能 只围绕着你转 拜拜 来 你 水 总编 这次我做错了 我不应该把魏勇倩气走 我一定会尽力挽回的 您就别生我气了 我这一期的娱乐报道啊 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开天窗了 都是因为你 你说你就不能专业一点吗 童风啊 怎么不说话啊 您身体不好 我不想再惹您生气了 你还少惹我生气了 可是这次 我没觉得我做错了 你看你 你看你 又说这话 我知道你心有不甘 从美国辞职回来 来到我们部门委屈你了 我也知道你很有才 但是 童风啊 有些事情啊 必须先妥协 再迂回才能解决 你知道吗 就你这个性格啊 哥我真担心你将来会吃大亏 谢谢您的关爱 您说的我都懂 谢谢您 可能 我确实需要改一改吧 好啊 正好我给你一个 改国自新的机会 咱们社每年都会做一次 年度国际财经名人的报道 但是 在封面人物这块 林叶始终是个空白 总编 你这是让我去绿创生态 舒服林叶接受采访啊 怎么 不行吗 总编 这里面恐怕有误会 我跟林叶真的只有几面之缘 那娱乐报纸上那些捕风捉影的东西 不能当真啊 我还没老糊涂呢 什么事情是什么样 我就这么一打眼不敢说百分之百 我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这个林叶我早年接触过 为人非常的古靶 性格比我还古怪 笑什么呀 我在想 连您这把年纪的人都能嫌弃林叶 那此人肯定是非同凡响 不是 您既然觉得我拿不下这个采访 你干嘛还让我去啊 统峰 你觉得我会让你去硬冲硬闯吗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是不是 我还真得给你普及一下 你看啊 绿创是个大企业 这没错吧 它既然是个大企业 它就有自己的宣传口 对不对 既然有自己的宣传口 那去找一篇新闻通稿 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所以啊 您 就直接去他们的宣传部 和他们对接 搜集点资料 这么简单的事情 您肯定能做好啊 合着您说了半天 就是让我去跑个腿啊 怎么 不愿意啊 要不 您给我来一份 林叶的专访 主编 您放心 我保证完成任务 希望你能完成 如果你再完不成的话 你就只能在办公室做教队员喽 放心吧 主编 是 您没事我走了 好 帮好啊 现在检测数据已经正好 你看 这里的数据我觉得有些问题 大家调整一下 虽然火王这种物质已经被证实 具有强大的可再生功能 而且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不过呢 这种能量体极其的不稳定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能否被提取和利用 还有待考证 我有信心 这次一定成功 你不要有所顾虑 继续跟进 我明白你的决心 可是现在 董事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 他们认为火王计划 纯属探索性的赔本买卖 绿创生态属于我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立派中意 你安心做就是了 欧林 是 林总 立刻召集董事会成员 召开董事会议 好的 林燕 我们火王计划看似顺利 实则是遇到了瓶颈 或许我们可以考虑 去寻找一家合适的公司合作 实现双赢 我会考虑这个提议 整个绿创生态的气氛压抑到极点 员工各个跟智能机器人似的 眼睛盯着屏幕都直了 看着好诡异 我已经在那等了半个钟头了 马上做到下班的点儿 这里的人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 连下班都不积极 这思想绝对是有很大的问题 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员工 就林燕那张木乃伊脸 员工肯定也都被洗脑了 姐姐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啊 姐姐 我 怎么了 有事吗 麻烦了 你能帮帮我吗 我刚刚不小心按了什么 电脑里的资料全都没了 我刚来都不认识人 你能帮我看看吗 好 来 我帮你 拿过来 嗯 你是 资料都没了对吧 嗯 是不是没有存档啊 嗯 我帮你找找啊 应该没问题 好了 真的吗 你下次记得啊 会议可以准时照片 每次做完这个之后 一定要存起来 太好了 太谢谢了 不保存很容易没的 你在干吗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 泄露公司的内部资料 不是的哦 林姐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让她 帮我修复一下文件而已 你好 这个不关她的事 是我自己主动过来帮忙的 你要不放心的话可以搜身 我绝对没有拷贝你们公司任何信息 我只是来汲取一下宣传资料而已 林总 让实习生走人 林总 等一下等一下 林总 你等一下 你看 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 已经触犯劳动法了 凡是进入滤创生态的缘故 都签有保密协议 这件事错不在实习生 要怪就怪你 要不是你多管闲事 他也不会被辞退 我 童小姐 童小姐 你赶紧走吧 整个滤创生态 林总说一不二的 今天碰上了算你倒霉 林燕你等着 你赶紧走吧